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静恩 新山市政厅从2月1日起 暂时冻结所有高风险和敏感行业的营业执照申请 这些行业包括水疗中心 传统治疗或传统按摩 以及足部按摩中心 新措施会是针对新申请者 冻结行动将从即日起实施 直到相关营业指南出炉为止 新山市长穆罕诺阿战 是于今天的长月会议做出这项宣布 他也说截至今年1月31日提出的申请 则被标记为待审核状态 直到新山市政厅公布重新开放申请的日子 市长叫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明 市政府并没有计划关闭现有的相关中心 而是因为有许多新加坡游客到相关中心消费 令有关行业大有赚头 吸引业者蜂拥申请开业 平均每月就接获15至20个新的申请 引发乱象 触犯条例的事件也频频传出 为此当局需要时间研究拟定营业指南 从而有效监督和管制相关行业 目前在新山市政厅管辖范围内 共有151家水疗中心 而根据统计 违规被兑付且未持执照营业的水疗中心 终继有43家 柔州数项重大发展工程进展顺利 包括柔星捷运RTS的建造进度 已达65.1% 金马市往新山双轨电动火车 也达到了96.02% 柔佛州务大臣温哈菲兹 今天主持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相关机构的联席会议后 在脸书贴文汇报州内多项工程的进展 他指出柔州是第一个与联邦政府各机构和单位 协调数项重大发展项目的周数 相信有关基础设施和便利将为柔州子民 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 除了柔星捷运和双轨电动火车 其他项目还包括南北大道市乃北部 往四年纳的第一阶段提升工程 已进入设计阶段 预计今年6月即可开始施工 此外市乃往迪沙鲁的道路提升工程 也将于来临3月启动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昨天宣誓上任 今天其社交媒体发布视频 向民众透露担任国家元首的感言 陛下说成为国家元首是一向重任 而他也会害怕无法胜任 而他会竭尽所能去保护人民 陛下表示成为国家元首不是升级 而是要在这一项职位上代表其他统治者是责任的加重 陛下也提醒到一根细枝很容易折断 但团结在一起则不容易折断 陛下说他依然会时常回到柔州 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 并希望柔佛子民不要忘记他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